《挚爱中华》 戴德生传记第48章 回天家的路 1901年夏天 戴德生的身体稍微好转 有足够体力往白朗峰山脚的沙木尼谷一行 但他散步于丛林中时 不幸在松叶上滑了一跤 引起脊椎旧病复发 不得不又有好几个月关在房间里 病愈后 他回到英国住了几个月 并参加纽恩登临音录内地会各样的活动 1902年5月 在他七十大寿之前 他又回到了瑞士 他和珍妮住在日内瓦湖的北边 在翠华岭的小村庄里 继维维镇以北二里的草地和果园中间 他们租了一栋房子 内有会客室和一个卧房 并且有露台和阳台 朝着东面升起的太阳 租金包括每天送来的膳食 他们每天四处散步 很快结识了许多的朋友 上至住在白朗尼的中世纪城堡里的伯爵和伯爵夫人 下至当地的小地主 以及住在墓屋里的居民 不久 正如戴德生的儿子和媳妇所描写的 翠华岭就成了群山之间的内地会中心了 伯爵是美国的学生领袖 他来此居住了六个月 他告诉戴存毅夫妇说 与你父亲交谈倒不觉得什么 但你父亲本人却真不简单 遇见他真是我毕生大幸 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心香 他那坚固的信心 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永远不屑的勤奋 即使他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时候 还是一样 这都深深地感动了我 他曾是那么热心 现在年老体弱 不得不过退休的生活 他每次祷告都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但他仍然头脑清晰充满喜乐 实在使我印象难忘 我记得他说 如果是神允许我离开侍奉的岗位 我肯定不表一意 在他的口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他整天都是那么喜乐 白天陶醉在芬芳的花裙中 夜间则欣赏闪烁的繁星 戴德生和珍妮多么愿意享受 长相厮守之乐 他们在婚后多次不得不因为工作 而长时间的分离 现在日夜相守为伴 是多么的快乐 戴存玉夫妇回想 这对身体衰弱的夫妻 一起乘火车或船出外时 说 虽然结婚已久 他们依然是一对情侣 他俩手挽着手 缓步走在山上风景优美之处 一同欣赏大湖美景 和皮尔斯山的壮丽 戴德生再次重拾旧日摄影的嗜好 而且花很多小时自己冲洗底片 他又用许多时间欣赏花木 这股热情还是五六十年前 从父亲那里感染过来的呢 自从他的健康崩溃后 他的精神不能集中 只可读点消闲刊物 信件以及那本天天为伴的书 他读圣经 四十年读了四十遍 同时对照法文一本 得着新的亮光 尽管他已经委任何思德 为内地会的熟理总主任 但他自己仍保留着总主任的头衔 并且定期收到何思德 和范约翰寄来的汇报 但当1902年11月 何思德到瑞士访问他时 戴德生决定将内地会总主任一职 完全移交给他 这安排已经取得其他主任 及委员们的同意 委员之一的伊荣说 我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你挑选了一位 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懂祷告的人 1903年7月 戴德生发现60岁的珍妮 体内长了一个肿瘤 由于他母亲是患癌症去世的 故此戴德生有点担心 就给儿子拍了电报 戴存毅夫妇于是赶到了翠华岭 并请了一位国际有名的癌病专家 对珍妮做彻底的检查 这位名医对戴存毅说 不错 这是癌症 而且病情已经扩散 我担心手术也救不了了 戴德生和珍妮都没有详细追问 检查后的结果 因为不必动手术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不过是普通的肿瘤而已 由于他俩不追问 所以也没有人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他们 这年冬天 戴德生夫妇在洛桑度过 那儿附近有一位著名的医生 也有一间英国的教会 到了1904年春天 珍妮的身体更加虚弱 他俩回到翠华岭 在那里欣然听到中国得救的人数增加了 珍妮越来越瘦 戴德生自己也很虚弱 但他俩很高兴在一起静坐在阳台 观看草地上长着水仙花和琉璃籽 以及盛开的樱花 也欣赏林中鸟儿的啼叫 六月 戴存毅又来到了翠华岭 几天后 珍妮的28岁的女儿 艾美也来了 六月以后 珍妮衰弱到连穿衣服的力量也没有 但因为房间的窗户是法国式的 向着阳台敞开 她在室内也能够欣赏 优美的景色和新鲜的空气 她告诉一位朋友 我所受的照顾是最好的 我也快乐得很 我马上要回家了 不知家里的情形怎样 主正慢慢地温柔地接我回去 在写给媳妇的便条中 她说 你该知道存毅是我极大的安慰 艾美和爸爸也是 他们都是那么的可爱 在各样世上宠爱着我 我的主带我们是那么的温柔和慈祥 所以我别无所求 只有赞美 七月二十九日晚上 珍妮感到呼吸困难 戴德生坐在她的旁边 她一直在说 不疼 不疼 次日黎明前 她对戴德生低声地说 求主快点把我接去吧 戴德生犹豫了一下 然后祷告说 亲爱的父啊 求你释放他那等候的灵 五分钟后 祷告德蒙应允 他们把珍妮葬在赖采塞斯教堂后的墓地 让他安息在红叶攀腾的灰色古塔音下 戴德生常常两手捧着献给珍妮的鲜花 走过白朗尼城堡 来到这座教堂 坐在山树下观看湖光山色 有时含着满旷的泪水 珍妮死后数星期 戴德生从家里会客厅墙上 挂着的一句法文金句中得到了安慰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当1905年春天来临时 戴德生感到她的健康状况 可以应付往中国做第十一次探访了 她的儿子存毅和媳妇跟她一起去 途经美国 至4月17日在上海驳岸 然后在扬州过复活节 37年前 戴德生和玛利亚在这里经历暴乱 得身保守逃过一劫 在镇江 戴德生独自在河边的墓地漫步 那里埋葬了玛利亚和她的四个孩子 在一批年轻的宣教士出发到内地的布道所之前 戴德生对他们说 我很荣幸能在此跟你们见面 在过去的年日中 我在此会见过许多人 我的爱妻也在此去世 在灵里面 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极其亲近 远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 主也在灵里与我们极其亲近 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的主耶稣从不离弃或撇下我们 就让我们依靠他 享受他 住在他里面 亲爱的朋友们 勿要向他和他的道尽忠 他永不叫你的盼望落空 1905年4月29日 汉口有三位在中国传道多年的老兵 一起在伦敦会的杨格飞 家里聚会 幸而有人想到拍照留念 三位长者都续着长长的胡子 和穿着厚厚的大衣 丁提良博士 年78岁 是美国长老会牧师 也是神学博士 他坐在一盆棕树的旁边 他在55年前已来到中国 杨格飞博士年73岁 他在中国也经历了半个世纪 而年纪最幼的戴德生 72岁 坐在一张帆布椅上 杨格飞年纪随老 但还是充满了威尔士人的气魄和热情 和戴德生一起唱着赞美诗 然后戴德生跟儿子和媳妇 一起乘火车北上河南 只花几小时就到达了 回想11年前 他们乘独轮车 要花上两个星期才到达呢 他们一行三人 探望了河南七个内地会的布道所 在其中一间教会里 中国基督徒为他庆祝73岁生辰 送他一面鲜红的软断旗 上面写着 人所爱戴 他们回到汉口时 是5月26日 正是蓝茂尔号 启航中国的39周年 5月29日星期一 戴德生和儿子 媳妇 还有金伟飞和沙德堡姑娘 他来自瑞典 他的家曾经接待戴德生 他们称契伦到湖南省的首府长沙 戴德生以往从没有到过长沙 但他听闻湖南是排外情绪最厉害的省份 在前八九年内 从未有一个传教士获准留下传道 但现在却有来自13个宣教拆会的 100多名传教士 他们和中国信徒一同合作 在那里开展工作 他们的气轮向西南而行 横过洞庭湖 一直下到湘江 船上只有他们是外国人 当时十分炎热 他们常在甲板上纳凉 最令人兴奋的是数天之后 金伟飞和沙德堡姑娘宣布订婚 在长沙 戴德生爬到城墙最高处的一座楼台上 瞭望湖南群山 湘江流域及其下游各城市 他们也视察了巡抚拨给内地会兴办医院的地点 6月3日星期六 来自长沙六个不同宣教团体的宣教士 齐集于内地会的会所 参加戴德生的欢迎会 他们都要来见这位拥有800名宣教士的内地会总主任 会客厅的门通往一块大草地 四周遍植各种花木 他们在这里举行茶会 戴德生穿着一身山东的丝绸衣服 跟来宾会谈了一个小时 海勒医生特别注意到戴德生脸上那种单纯喜乐的神态 最后一位客人告别之后 戴存毅劝父亲上楼休息一会儿 住在这屋里的一位内地会传教士巴黎医生陪着他上楼 他们谈了一会儿 戴德生站起来伸手拿了两把扇子 一把递给巴黎 哦 你为何不叫我拿来给你 巴黎问 我是想拿一把给你 戴德生回答 然后他们的话题转到祷告上去了 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 巴黎说 但我有时犹豫 感到有些事情实在太微小 不必祷告 我并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 没有什么大事与小事之分 只有神才是伟大 我们应当完全地信靠他 后来戴德生在房间里用晚餐 他的媳妇乐婷独自站在屋顶天台上 观看夜幕低垂后长沙城中闪闪的灯光 之后他下去看看房间里的戴德生 戴德生躺在床上 侧身挨着一张椅子 椅子上点着一盏油灯 放着一堆的信 显然他正在读信 乐婷调整一下他的枕头 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他没说什么 所以乐婷开始看摊在床上的宣教评论里 刊载的一些图片 忽然间戴德生转过头来 抽搐一下就不省人事了 乐婷看到这个情景 立刻奔到门口大声的喊叫 存毅海乐医生快来呀 海乐医生先到 及时看见戴德生颓然倒在他的枕头上 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他的脸色也变了 在乐婷看来 这位中国人的挚友 就像小孩子般安详地睡着了 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 和他18岁的新娘子 正在读戴德生所著回忆录的中义本 他俩很想见见这本书的作者 他们来到长沙的内地会 便听闻这个噩耗 但他们特别获准围在戴德生的床边 那位年轻的传道人问 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吗 他就握着戴德生的手说 我最敬爱的墓掌 我们真真实实爱戴你 今天我们来看你 渴望见到你的慈眼 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你为我们开拓了天家之路 多少年来 你爱我们 为我们祷告 今天我们来看你的慈容 你是那么的快乐 那么安详 你正含笑 你的神情安静和喜悦 今晚你不能对我们说话 我们并不求你回到世间来 但我们会追随你到你那里去 你将在那里迎接我们 当地的中国信徒 坚持要买最好的棺木 他们把他抬到湘江边 停泊在一艘船上 船长下令扯下半旗 使船朝东北 驶向宽广的长江 每当船停泊下来 就有许多人 把鲜花和花圈送上船 所以当范约翰在 镇江迎接这船时 只见满船花束 灵鹫已埋在 大堆七彩的鲜花中了 主持葬礼的是何思德 遗体就埋在玛利亚和四个孩子旁边 1988年 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 在镇江西日英国领事馆遗址 发现纪念戴德生的碑石 该纸现已改成一所博物馆了 碑文还是完整无缺 写着 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 中国内地会创败人 戴德生牧师 生于1832年5月21日 死于1905年6月3日 他一生长在基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